我叫張彥均 以前當老師都沒有做過吃的 所以都不會煮 那加來台灣以後呢 開始學做料理 因為我們家鄉就是有桂裡有三寶 辣椒醬、豆腐乳、三花酒 所以我就又結合台灣上等的干貝和小魚乾 就做出另類風味的干貝醬 人家買到你的東西 這瓶干貝醬從哪裡來的 是誰做的 誰家做的都沒有品牌 所以因此這樣我才是 成立我的意志為首做廚房 選擇燒賣是因為在台灣來講 燒賣的接受度還比較高 那長粉的話就是因為我們在廣東 不待了很多年嗎 那我們也經常吃它做早餐 機會點就是做的人少 那難點也就在於這個地方 來的很多客人都反映 他們以前都沒有吃過長粉 他甚至把它叫粉腸 他的接受度是怎樣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預料 我們用泰國做的料理 你用越南的方式來調和它的味道 越南也吸不到 泰國也吸不到 我們有開白夜市 有營業過 會了解會認識很多客人 要跟客人聊天 給我們有很多信心感 那感覺是我現在是當老闆 我不是在工廠上班 本來就是我們要身心靈放鬆才有辦法真正的放鬆 那因為藝術跟美容做結合 可以讓他們感受到跟外面比較不一樣的課程 我想要賣港式雞蛋宅 我的胖卡車叫姐姐的雞蛋宅 美食餐車 姐姐這個名字的由來就是叫我姐姐那首歌 然後我又叫林立姐 就是比較籃麻上口 大家 切切切 就馬上記住我的 在網路看人家直播 好像不錯 蠻多人看這樣子 後面就適用 那時候剛開始就不會講話 就慢慢講一講 就是滴滴肚肚的 但不太會講嘛 慢慢慢慢先 就在製作的時候就給大家看 看得蠻新鮮的 不是說 做好放在冰箱等客人來這樣子 吸引力就比較強 一直以來要求自己技術 要一直提升 然後二來就是服務態度 就是要很新鮮 你幫她怎麼樣服務她出來 還是會想回來 就是想要帶更多的親就民姐妹 一起出來創業 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因為他們有的都沒有進入過 美容這個行業 所以我就從基本的 每一個步驟的教他們 然後之後就開始讓他們 進入到考試 再來就是看他們要 自己創業 或是做行動美容都可以 我特別感謝 副學會跟保健基金會 讓我有這個力量去培養 更多的姐妹 跟我一起在這個寶島上的成長 我會去看到很多的家庭 其實是跟我當初是一樣的 他們沒辦法去外面上班 但是他們其實需要增加 整經濟的收入 所以我希望成立一個縫燈工作室 那我們最終的目標是 我們有一個新住民的品牌 那在這個過程 其實透過我們的成長 透過我們的表現 可以帶給很多人 對我們不同的一個看法 我們其實跟台灣人一樣 我們沒有任何區別 它真的是一個加速器的概念 因為其實如果沒有這個計劃 我今天可能有個目標在那一邊 可是因為沒有這一筆資金進來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快 他們用心的程度 對於我們就是真的想創業的人來講 他是從頭到尾 無始有終 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的福利吧 我的世界不只是灰色的 它也有晴天的時候 我只能夠保安 我會保安 因為我們無處理 我們是因為 全是神經濟的 寧可 我們是神經濟的